中央设计者程启峰高雄13日店 官务署高雄官今天凌晨会同调查局行业调查处 高雄调查站在高雄港查货一起香烟走私案 在一只进口货柜起初思烟900箱约45万包 全数依法查扣 高雄官指出查器官员过滤枪单时 发现来自杜拜榜的三只进口货柜十分可疑 申报后名为尿素 与船边卸柜开柜查核发现 其中一只40尺货柜整柜都是未睡香烟 毫无卫装与原申报获名不符 涉嫌违反海关砌丝条例及烟酒管理法 当场依法查扣并会同调查局行业调查处高雄调查站继续追查幕后私销 高雄官表示私销集团看准烟税调涨有利可图 研判他们欲将这只货柜以调包走私手法将来路不明的香烟私运入境 高雄官将持续加强把关大计烟平走私1061013 平安 平安 平安